复理消防队获报后立即赶到现场 直接溺水的两兄弟已经被民众救上了岸 消防队员即可将兄弟俩送一急救 根据警方调查 昨天从台东回到复理乡丰南村阿妈家 准备在周日要跟妈妈一起扫墓的范姓三兄姐弟 今天下午跟着邻居两名学童 相约到阿妈家附近的碧溪玩水 不料范姓兄弟俩却不胜溺水 练国小五年级的姐姐发现后立即向外求救 居民除了是报警 并立即下水将兄弟俩救上岸 相方人员抵达现场后 火速将兄弟俩送一急救 12岁的哥哥意识较为清楚 而10岁的弟弟却已经昏迷 没有了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到达现场 一名男同一十岁 被民众救急上岸 救护人员必实施OFCA解救流程 途中有一名男同一十二岁 意识清楚 也跟着救护车送医 被救上岸的两兄弟 12岁的哥哥溺水呛伤 但意识清楚 而10岁的弟弟却没这么幸运 经过医院抢救后 仍宣告不治 意外发生的太突然 家属也都无法接受 而整起溺水事件的发生原因 警方也正深入调查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